可能是娱乐圈的金钱太过于普通或者来的比较容易吧,我们熟知的娱乐圈的明星基本上身价都是十分不菲的,所以对金钱的观念都比较的模糊,而且很多时候踩到了红线都不知道。 所以先挂了明星号车,明表豪杂的样子,当他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不仅仅是自己不知所措,很多的枝瓜群众也是表示不得了啊。 前几天黄小明被传卷入了巨额的股票操纵案,之后还被相关人员乐谈,虽然之后表示账户是他人操纵,但是娱乐圈这个金钱的问题,却是越来越暴露在大家面前。 范冰冰也是很久没有出现在公众的面前了,因为那个税收的问题也是十分的被动啊,很多的商界活动也是叫停了,个人的微博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。 而在日出的范冰冰工作室发布了一个关于公益的15次微博,明眼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,此算自然是好事,但是在这个风口浪尖,想麻烦就处理好自己的问题吧。 网友也是评论,慈善是假,喜白是真,谢谢吧年来,你怎么看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点赞 订阅 发 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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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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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打 打打赏支持 划划作误 Nummer vom SPEAKER cautие 理订阅�bat!